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這部影片我就當作是在和朋友介紹MacBook 所以盡量會用大眾觀點來編寫,不會說的太難 在電腦方面我們玩的比大多數人還要深入 但我們也相信有更專業的人 歡迎大家互相交流 大家看過我們的影片應該就知道 像是2019款的iMac,EnterBox 製作了全世界第一個iMacCPU改裝成功的影片 我們對Mac當然有自己主觀的看法 可能會跟你的不同 不過沒關係,其實甚至我們同事之間 對於Mac的個別功能看法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部影片會以我Enter的主觀觀點來和大家分析 除了介紹MacBook的選購建議 後面我們也有推薦一些周邊產品 這些真的都是我或同事我們有在用的 我們自己用了以後覺得非常好用 然後價格又不會說非常誇張到奢侈品的程度 是真的覺得值得推薦,才在影片中推薦給大家 這些周邊產品我們真的用了覺得很棒 如果你用MacBook沒有用到的話 我們都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我們也特別安排了抽獎活動 這次抽獎的總價值超過5000塊 總共有四個想像 詳細就請看後面影片最後會有這個活動的說明 首先先教大家看一下 蘋果筆記型電腦的機型的各種縮寫 如果你在蘋果的相關論壇 或是聯署社團看到MBA 它指的不是說你到研究所裡面 進修去交朋友的MBA 而是指MacBook Air 這個縮寫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那同理的,像是MacBook Pro 它的縮寫是MBP 那MBP底下又有各種不同的尺寸型號 以前有15吋嘛 那現在已經沒有換成16吋了 所以你會看到MBP13 MBP15 MBP16 MBP16 另外你可能還會看到一些 比較舊的兩三年前的機型 它上面可能會寫W1POTB 尤其是在MacBook Pro 13就有這個狀況 那W1POTO意思是Without 沒有的意思 這邊TB也不是指Thunderbolt TB其實這邊指的是TouchBar 這個意思就是說沒有TouchBar的機型 而是Function Key的MacBook Pro 13吋 不過目前官網已經買不到這個全新機了 那其實就像很多人會把iPhone 11 Pro Max 縮寫成i11PM 雖然我也不是非常喜歡 但是有時候你看久了就會習慣知道對方在講什麼 但有時候縮寫也請不要自以為聰明 然後就亂縮寫創造一些名詞 例如最常看到的就是MacBook Air 被縮寫成Mac Air 我知道這種99%你就是在說MacBook Air 但拜託 蘋果從來都沒有出過這個產品啊 或是MacBook Pro常常被縮寫成Mac Pro 那這誤會可救大囉 Mac Pro一台大概是20萬起跳耶 結果你講到最後說 你想買一台4萬出頭的MacBook Pro 蛤? 總之呢 經常可以在論壇、臉書社團看到這種烏龍 我自己也常常收到朋友的私訊 看到Mac Air和Mac Pro這種烏龍的事情 每個禮拜都會看到 所以就會覺得很煩 就拜託大家 如果你在描述產品的時候 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請把你的筆電或你想要買的機種 你要問的機種、年份、規格都一併打出來 這樣想要幫助你的人溝通上會比較有效率 除此之外 因為每個系列每年都會有新的MacBook推出 每一款又會有很多規格可以升級 但是名字又不會變 主要就是從年份和規格來區分產品的 所以你這個沒有講清楚 那後面什麼價格啊 效能夠不夠用 便宜啊 怎麼樣的 都沒有一個談的基礎 那再如何去更細分產品型號的方式 這個也是有的 不過我們暫時還用不到 那以後如果有需要再談到這部分的話 我們再錄一個影片和大家說明 另外這一集呢 會盡量用簡單易懂符合大眾取向的方式 來講解和推薦 所以以下我們就會大量省略 通常或一般來說這樣的用詞 那用詞上也會比較精簡 如果你對選購建議有疑問 非常歡迎你將問題描述清楚 然後寫在留言區 除了我們有空就會去回覆 我們相信網路上會有很多很熱心的高手 也會給你更多的建議和觀點 但也希望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有一個共識 就當你問完問題得到解答後 請不要任意的刪留言 你的留言其實可以給其他人更多參考的意見 我們的知識還可以互相疊加嘛 那如果你很緊急 有隱私保密或是其他商業考量 覺得一定要私訊我們 那我們就著收費用1000塊 你匯款給我們後 我們就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竭盡我們專業所能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筆記本拿出來 認真看完這部影片 你就等於現賺1000塊囉 不然呢 按照我們的經驗 把這樣的節目一播出去 我們之後幾個月 光是回覆私訊和Email 就不用做其他事了 首先看到MacBook Air 作為蘋果筆電 最便宜的機種 是許多人夢想踏入MacOS的第一步 第一次想嘗鮮 想測試看看用Mac的人 MacBook Air是非常不錯的建議 二手脫手也很方便 疊價也不會太多 當然你要買二手也可以啦 不過我們這次影片 就不會討論到二手的範圍 那如果你是大學生 你的科系是比較追求大量閱讀 做報告、做簡報 而非著重在電腦性能 特別經典的像是文科、商科類型的學生 那MacBook Air就非常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理工科 或是影視剪輯、設計相關 這種比較需要吃電腦運算的效能的 那MacBook Air就非常不適合 那我們就來看價格吧 這邊有31900跟41900兩台 這兩款我是比較推薦買41900 尤其如果你是年輕人 通常你會對科技產品的速度 反應速度會比較敏感 稍微一點卡卡你就會感覺得到 那41900這一台呢 它效能比較好 容量比較大 那這都是會讓我們會有感覺的 尤其你買筆電 主要就會用在工作上 用在學習上 那麼CPU快一點儲存大一點 還是有非常多好處的 當然我知道 對大多數的年輕人或學生來說 這1萬塊的差異是非常大的 但沒有辦法 當你選擇要 決定要買蘋果的電腦的時候 你就有預期它不會多便宜嗎 不然你當初就會選擇Windows 3萬多塊的輕薄筆電嗎 理論效能還更好 對不對 但你既然選擇蘋果 我相信一定有你的原因跟看法 那我只能說 這1萬塊呢 對大多數人來說 尤其是在工作 其實是非常值得投資的 但如果說1萬塊對你來說 真的是非常大的負擔 好吧那就只能先買31900的囉 之後就幫助了 我希望你可以更努力的賺錢 就買更好的 那如果你買MacBook Air 主要就是為了簡單上網啊 追劇看影片 然後希望越便宜越好 真的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效能的需求的話 那我才會建議你買31900的 接著我們來把MacBook Air跟MacBook Pro 13寸拿來比較 MacBook Pro 13寸呢 基本上你會看到它有兩款41900的和57900這兩款 我們先把MacBook Pro 13寸41900這一款 拿來跟MacBook Air 41900的來做比較 畢竟他們價位都一樣嘛 首先看到處理器 MacBook Air 41900的 它採用的是i5-1030NG7 這是一顆D10代的處理器 那反而MacBook Pro理論上它效能比較好 可是它用的是比較舊的D8代耶 但是它的效能就是真的比較好 它的CPU的型號是i5-8257U 那以評測軟體出來的分數來做參考的話 MacBook Air這個CPU的處理器的分數是2842分 那MacBook Pro是3758分 大概就是多了20%的效能喔 所以MacBook Pro的效能還是比較好的 記憶體部分兩者都是8GB的容量 但是MacBook Pro用的是比較舊的LPDDR3 那MacBook Air用的反而是比較新速度比較快的LPDDR4X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 剛才我們測試出來的CPU效能 MacBook Pro還是比較強嘛 所以這個部分就真的不是只能看 規格帳面上的規格來做比較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SSD囉 SSD呢 MacBook Air你可以拿到512GB 但是同樣價位MacBook Pro 你只有256GB 就只有一半 那256GB真的還是蠻吃緊的 那接著看到螢幕 雖然兩款都是Retina的Display 然後解析度雖然也都一樣 但是在色彩方面 顏色方面 MacBook Pro明顯會好很多 那你不要小看說 啊不就亮度跟色域嗎? 一般人看得出來嗎? 我覺得呢長期用下來 絕對是可以感受到明顯的差異 但如果你是一般沒有在追求顏色 然後眼力也沒有這麼好的一般大眾 應該是感覺不太出來的 除非呢我把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兩個就擺在一起 我這樣給朋友看的時候呢 大多數人就會馬上看出來 哇!MacBook Pro的顏色真的是比較好耶 真的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比較就高下地盤 那除此之外 在鍵盤的布局也非常不一樣 像我個人就很不喜歡Touch Bar 我覺得很不方便 我是比較喜歡Function Key的 但是現在MacBook Pro全部都是Touch Bar 現在只有MacBook Air有Function Key的選項 所以我會覺得MacBook Pro沒有這個選項 是蠻可惜的啦 那接著看到尺寸啊 重量這方面 在長寬尺寸方面 兩款的長寬都是一樣的 MacBook Air的機身採用的是經典的線型設計 所以論總高度 MacBook Air是比較厚的喔 這其實蠻違背大家的直覺 然後我們幹股一下以前的狀況 像那個Thunderbolt 3 USB-C的筆電還沒有出來之前 Air的機身最高的地方也是比Pro還要高 而且以前Pro的機身長寬還比Air還要小喔 那實現到現在才變成一樣的長寬 另外就是重量 雖然官方數據是說MacBook Air是1.29公斤 然後MacBook Pro是1.4公斤 乍看之下你馬上會算出來啊不就差110公克嗎 大約呢就是一個揚樂多的重量嘛 但是你兩台機器實際拿在手上 你會感覺到是有明顯區別的 如果剛剛說螢幕 一般人可能是看不出來 但是這兩台差異呢 我也都給朋友拿拿看 每個人都會說 哇這個重量差異是很明顯的耶 我覺得主要就是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是大家印象中覺得110公克非常輕 應該不會有感覺 但是人的手是可以很明顯的分別出這個重量差異的 那其次就是因為MacBook Air它是線型的設計 加上它機身的配重啊重心 這樣整體的手感上好拿非常多 但是MacBook Pro有一些比較厲害的地方 像是它的喇叭更好聲音表現更棒 然後在一些實際使用上的細節還有散熱都會更好 尤其像MacBook Air的那個散熱真的是爛到渣 如果你要長時間工作來用的話 真的會折磨自己 但是MacBook Air有一個真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續航真的很好 就比MacBook Pro還要好很多 以我自己的經驗 如果我帶MacBook Pro出去 大概一天的話我會擔心它沒有電 但是MacBook Air我一整天下來 我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很放心我想什麼時候用就什麼時候用 然後通常我回到家一整天工作了 然後回到家還會有20%的電 所以我覺得MacBook Pro在 你真的需要長續航的人 用MacBook Pro是有點吃虧的喔 好那我們接著就要看到MacBook Pro 41,900跟47,900的比較 這兩款其實只有差在儲存容量 前幾年這兩個價格也都是這樣 41,900跟47,900就差6,000塊 但以前的差異是128GB跟256GB 那今年蘋果有做一點提升 變成256GB跟512GB的差別 所以就會突然覺得 欸好像突然覺得蠻划算的 但其實你想一下 現在外面256GB才賣多少 有差到6,000塊嗎 這個會不會真的太貴了呢 那如果你不是非得要內建512GB的話 省下256GB的6,000塊 其實我們後面推薦的周邊 你可以有更多選擇喔 接著我們拿419,900這一台 來跟57,900這一台來做比較 兩台都是Pro都是512GB 這樣價差1萬塊 比較能夠看得出差異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啊256對你來說就很足夠啦 那你也可以拿419,900的款式 直接跟57,900的來比較 看看你覺得那個1萬6差異是划不划算的 那我們就來看規格 CPU部分 兩顆CPU效能是有差的 但也沒有說到非常巨大 大概就是差13% 記憶體方面 除了容量有8GB、16GB的差異呢 那47,900它使用的是 LPDDR3 2133MHz 而57,900使用的是 LPDDR4X 3733MHz 在規格上速度上 57,900這一台都是明顯比較好的 在儲存容量方面呢 兩款都是512GB的SSD 诶?乍看之下沒有差 但是實際上速度是差很多的 讀寫速度會有差 但是這個讀寫速度 官網就是沒有寫出來告訴你 它只有說 我容量都是512GB 那在RAM跟SSD方面 你會明顯發現 57,900的 它就是有比 419,47,900的好很多 那雖然這個速度規格上是有差異 但我也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前面說 我們人對於那個忽然卡一下的問題 會比較有感覺 但實際上如果這個運算的時間拉長 其實人對時間還有對速度的感受 就會非常不敏銳 例如說 你跑減機 然後跑輸出 輸出一個小時 跟輸出了一個小時 20分鐘 你會覺得這個差異可能就不會那麼大了 所以對大多數的使用者來說 使用者的環境來說 重量的感受會比速度的感受會更加明顯 那如果你是非常專業的使用者 筆電就是你的工作主力機 那這些速度的差異其實長期累積下來 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會建議你多花一萬塊 貴一點上57,900的 那57,900這一台跟它貴一點的 63,900這一台 其實也就只有它在儲存容量方面 這個情境就跟剛才41900跟47,900的狀況 就蠻類似的 那我們就額外多做介紹 接著看到MacBook Pro 13吋和16吋的比較 13吋和16吋的尺寸體積重量差異都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16吋的螢幕超大 然後效能超強 整個爽度就是超棒的 這個就是13吋難以企及的 如果你是效能考量 尤其吃這種CPU、GPU 那同樣8萬塊你要想想看 16吋的入門款還是13吋的 然後我一直把它往上升級 我會強烈建議買大台的16吋 CPU的效能會強非常多 而且你還有獨立顯卡 這部分就真的我認為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除非你就是希望我要13吋的大小比較好攜帶 那16吋也有兩台可以做比較 兩台的價差到12000 那差異就是在CPU 哇就差i7跟i9 然後獨立顯示卡也有差5300M跟5500M 那機體是一樣的 但儲存空間 哇又有差512GB 其實這部分我覺得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其實就是你錢購就盡量往上買 那還有一些人他會問說 我一樣有8萬塊 我應該買MacBook Pro 16吋的入門款 還是我應該買iMac呢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論效能 iMac還是還放MacBook Pro 16吋的 但是筆電的好處就在於 它可以快速的移動 切換工作地點 讓你一台機器就可以搞定了 這個方便性是非常高的 而且有了電池就有點像UPS的功能 至少你就不用擔心 如果你的試電供應很差的話 擔心剪輯到一般 iMac突然跳電之類的問題 那我們以比較吃電腦效能的剪輯影片來講 所以當然如果你是簡單的修圖或是文書 你用哪一個大概就沒有什麼差了 MacBook Pro 16吋效能已經非常強了 所以以偶爾剪輯影片來講 如果你的素材也不是說很難處理的 MacBook Pro 16吋基本上也就足夠了 那如果你是專業剪輯 而且要經常處理到4K、6K、8K 那iMac桌機的反應速度還有運算時間 都會是非常有感的 效能會差很多 好那接著看到需求部分 以前看到蠻多人會問 MacBook Air可以拿來剪輯影片嗎 我覺得現在看到這類問題的比例 感覺明顯少了很多 可能是大家都慢慢認識到 MacBook Air真的不太適合拿來剪輯影片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要考慮到 時代背景的不同 因為像以前的影片可能就720p、1080p 然後可能還是30fps的 這樣就足夠了 但是現在的影片 1080p、4K 甚至直接就是60fps 甚至120fps 至少都已經差到4倍、8倍的效能需求 但是CPU效能有成長到8倍、4倍? 這麼多嗎? 沒有喔 所以以前用MacBook Air剪片 大概還OK 也有賴於Final Cut Pro X 蘋果超強的優化 基本上你要拖拉 然後做一些特效 基本上它都還跑得動 但是輸出隨便就是半小時 一小時起跳 所以你說MacBook Air 到底可不可以剪片? 可以是可以 但我是很不建議這樣做 甚至你現在要叫我用MacBook Pro 13寸來剪片 我都不太能接受囉 以下建議也先以效能為出發點 給大家一些概念 如果你是剪輯影片 我比較推薦 你可以先考慮MacBook Pro 16寸 效能比較足夠 那如果七八萬對你來說 真的是負擔不起 好吧 那委屈一點 你至少也要買到MacBook Pro 13寸 五萬七千九的 就不要去考慮四萬一千九 跟四萬七千九的 那如果你是攝影師 平面設計 或是修圖 那我會建議 就可以先考慮MacBook Pro 13寸的 五萬七千九 但如果你是專業工作者的話 我依舊建議 就是上MacBook Pro 16寸 效能會好非常多 也工作起來會更加得心應手 但如果你預算沒有這麼多 也沒有到五萬七千九 然後你又希望尺寸小一點的話 那最差最差 也要買個MacBook Pro 四萬一千九的 千萬就不要去碰MacBook Air了 因為你還記得前面我們有講 MacBook Pro跟MacBook Air的很大差異 就是在螢幕的色彩 而這個色彩 對你的工作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千萬就不要去省這個一萬塊了 那如果你是文書編輯為主的工作者 包括可能是用文書軟體 或是內建的Photos 微調一些圖片 大概都還OK 那MacBook Air 基本上就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而且MacBook Air 輕薄好拿 然後續航長 都是非常棒的優勢 但如果你小修圖的比例也蠻高的 然後你希望 對於工作上的主機 你預算也夠 然後想要效能更強一點的 那還是會推薦你上 MacBook Pro 13寸的 四萬到五萬的機種 會更加游刃有餘一些 那如果是寫程式的話 主要也要看你的預算 是不是那麼吃重 是不是在這一台筆電上面完成 還是請你都遠端就連伺服器連機器而已 那最基本如果是你就遠端的話 MacBook Air基本上都能滿足你的需求 但如果你是工作上面來使用的話 我還是比較推薦MacBook Pro 因為MacBook Pro的散熱系統好非常多 MacBook Air的那個散熱真的是不人提品了 總之長時間工作下來 MacBook Pro還是會有差的 那另外一方面 MacBook Pro的記憶體可以升級到32GB 而且SSD的速度也比MacBook Air還要快 那如果你是要直接在筆電上面 去開虛擬機來工作的話 我就會強烈建議 你要用57,900的MacBook Pro 或是直接上到16寸的MacBook Pro 選配規格的建議 我們就來看RAM的部分 首先MacOS其實比Windows還要更吃記憶體 例如文書工作來講 你在Windows可能4GB就足夠了 但是MacOS可能一開機 它就先佔你個2G、4G了 然後你東西其他開一開 我靠,莫名其妙 8GB就滿了耶 那如果你把MacBook Pro當成是 照片處理、平面設計 或是影片剪輯的主力工作機 建議就至少16GB起跳啦 那如果尤其你是影音剪輯的話 能上32G就上32 能上64就上64 盡量往上 那你說大家都預算有限啊 怎麼可能無上限往上呢 好,那以經濟上來講 RAM跟SSD之間要做選擇的話 我建議優先提高RAM多一點 因為SSD如果不夠 儲存空間不夠 你還可以外接嘛 當然我覺得MacOS在系統的資源調度上 即便它狂吃記憶體 其實也比較少讓你感覺到速度變慢 但如果你經常是在使用 一些非蘋果開發的大型應用程式之間切換的話 那這個卡頓就會比較明顯 像是Adobe全家統 如果你Photoshop Lightroom 然後Premiere Pro 這些都開著 然後一直互相切換 這個用起來感覺真的還蠻糟糕的 你還不如用Windows 但是MacBook的全系列 不管你是買3萬塊的 還是貴到十幾萬的 全部都不能換記憶體 全部都是焊死在熟悉版上 反正蘋果就是逼著你 一開始就要選好選擇給它賺 而且今年新款的MacBook Pro 升級記憶體的價格還漲價耶 漲價還不是漲一點喔 像以前養樂多從8塊漲到10塊 算漲價25% MacBook Pro記憶體漲價是直接翻一倍耶 這還要考慮到 它記憶體價格本來就比別人貴很多了 然後現在DDR3還敢弄到這個價格 這次漲價真的是貴到 哇靠可以算好幾倍的耶 儲存容量方面也是要在第一次就選好 以前還有部分機型 你可以自己偷偷改 但目前MacBook Air到MacBook Pro 全系列也都是焊死在主機板上 同樣容量、價格 也是比市價貴不少 不過大家就含累升級吧 那比較符合大多數人的經濟選擇 就是用外接固態硬碟 這邊我們就介紹兩種跟大家講 第一種外接固態硬碟 我用廣映B75 Pro這顆為例 速度是500MB這個等級 那它裡面其實就是一顆2.5吋的SATA SSD 然後用轉接的方式變成USB 那所有SSD有的特性它都有 速度快、耐震、輕巧 那有賴於這幾年SSD的價格便宜了不少 1TB的這個B95 Pro 價格大概才5000出頭 同樣價格你去算看 你在升級筆電的時候 內建的SSD 你只能獲得256G或512G 真的是非常慘 那另外一種速度更快 就是USB轉接M.2 PCIe的 這邊我以TECU的583 SuperFest為例 速度是1000MB這個等級 速度幾乎就是廣映B75 Pro這種SATA SSD的翻倍了 而且因為M.2 2280的體積更小 通常外接盒的尺寸也更小更好攜帶 而且現在M.2 2280的SSD 價格基本上跟SATA SSD是差不多的 所以除非你有一些特別的因素 不然用M.2 2280這種方式雖然貴一點 但是速度會快非常多 好那這個其他因素是什麼呢 像TECU583 SuperFest這類的SSD 雖然它速度快但是還是有代價的 但是溫度比較高而且比較耗電 關於溫度這一點 現在比較好的外接盒它的散熱都做得不錯 你不太需要擔心 但是耗電這一點就比較沒辦法了 如果你是短時間插著傳完資料就拔掉 那大概還好 但其實很多人會長時間插著要使用 那就會讓你的筆電噴點噴很快 那筆電如果你沒有電的話 速度再快就沒有用了啦 但如果是廣影B75 Pro這種SSD 這種狀況就真的比較沒那麼明顯 那你說我資料傳完就傳完啦 誰會一直插著用呢 還真的有喔不少喔 甚至我看過很多專門他們就是做剪輯的人 然後用MacBook Pro 16吋 他們就是外接SSD在剪輯 就是因為哇你那個MacBook Pro 要再往上加SSD真的太貴了 那所以就乾脆用外接的方式來做剪輯 然後把素材放在外部的固態硬碟 要用的素材再拉進Final Cut Pro X裡面去操作 這的確是預算比較不夠的處理方式 但理論上的確是比較不安全 那我自己之前有一段時間也是這樣做 大概用了兩三年吧 然後我也問了長期在這樣做的朋友 那我們的經驗其實就是 我還用了這麼久還真的沒有什麼狀況 那一方面可能是這個USB 就是相對真的蠻穩定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Final Cut Pro X 因為它即便擋掉 你的檔案重開回復 也可以回復回來 你不會漏掉任何的步驟 所以這方面就是蘋果的一個優勢 除了USB、SSD 現在MacBook全部都是有Sounduro 3的 那如果你追求的是極致的速度 而且預算充沛 那像TechU的Rapid 或是OWC的SSD系列 都是我有用過 那有的我開箱有開箱出來寫給大家看過的 大家可以在頻道中或是我們的網站中找一下 那價格其實都蠻不便宜的 那它的耗點就更兇啦 但是速度都可以達到2000Mbps以上 哇真的是非常快 真的是無敵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USB Hub的部分 如果你是第一次買MacBook的人 建議你要留個幾千塊就買周邊 比如現在它全部就改成USB-C 通常大家都會需要一個轉接器Hub 我也開箱過非常多款 我手上大概就有快10顆了吧 還有幾顆是流落在朋友手上的 那USB全功能型的Hub 那個價位普遍在2000塊上下 太便宜的就很容易遇到那個USB訊號 改掉2.4G網路的問題 就是你接上Hub的時候 你的無線WiFi就會斷掉 2000塊以下的價位 你幾乎是找不到USB 3.2 Gen2 10G的款式 那如果對你來說USB 3.2 Gen1 5G 能夠足夠你使用的話 我們也有開箱過很多你可以找一下 但如果你對速度比較有要求 像我們一樣也會希望買一顆好一點的 可以支援以後的更多需求和場景 那J5Crate JCD375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它的規格很新 現在非常少有廠商有做USB 3.2 Gen2 10G的Hub 比這個速度真的差很多耶 5G跟10G直接差一倍耶 但是價格有差很多嗎? 沒有喔 雖然定價是2690 但是如果你剛好遇到特價的話 其實價格跟一般USB-C的Hub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的SD卡讀卡機規格是UHS-II的喔 如果你有在用高階的相機 你就對這個非常有感 速度也是差好幾倍 實測這個UHS-II的讀卡機 也真的可以達到非常快的速度 我用雷克莎的2000X記憶卡來跑的時候 可以跑到250MB左右 那一般同價位的Hub 大概就不可能會有這麼好的規格了 所以我還蠻推薦JCT375給大家的 那J5 Creator還有另外一個產品 是我高頻率在使用的 就是這個螢幕架 型號是JCT425 我每天使用它的時間比SSD還有Hub還要更久 雖然它是一個螢幕架的Hub 但其實我就是把它當筆電架在使用 主要就是讓它可以把筆電抬高 讓我在桌子前面可以不用低著頭看電腦 然後手臂還有肩膀的姿勢也會比較舒服 肩頸的疲勞感也有下降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幹嘛不調低椅子就好了呢 對,所以可以調低椅子 但是我桌面上還有其他兩三台螢幕 還有iMac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話 你有筆電跟桌上型螢幕 大概就會有這種需求了 而且大多數螢幕架都是金屬的 或是沒有這麼好看 但是JCT425它表面的木紋質感 剛好就跟我現在用的桌面蠻相近的 尤其如果你的冷氣房或冬天 手腕放在木頭上面 就不會有那種金屬冷冷的感覺 最後一個想推薦的產品就是隨身碟 我目前用的是科富的Nio D40 即便你可以做到把自己的電腦都換成了USB-C 但是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下 USB-A還是最通用的 目前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買雙接頭的USB-A、USB-C的隨身碟 我選擇科富Nio D40的主要原因 就是它小巧的外型還有雙頭的設計 當然市面上你可以找到類似的隨身碟 但是科富這一顆它有吊飾環 而且吊飾環直接就是坐在機身上 不是靠一些旋轉的機構 那感覺就會非常的穩定還可靠 可以讓我直接套在鑰匙圈上面 出門再外就會非常方便 那我以前用到要USB-A傳輸的場合 就會突然怒氣一下 覺得這個周遭實際的電腦好像進步得太慢了 都沒有USB-C 但現在有了這個隨身碟 就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出門帶外也會不用提醒自己 到底有沒有帶這個隨身碟 反正它就在鑰匙圈上面 就是名副其實的隨身碟 以上這些產品真的都是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 而且覺得很棒才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這些產品真的有很多額外的優點 我都還來不及講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產品的名稱加上Enterbox來搜尋 可以找到這些文章或是影片 而如果你是蘋果筆電的重度使用者或資深文家 我相信你也有很多自己喜歡的周邊 我也非常歡迎你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和心得 我們大家一起來交流分享 接下來和大家說說這一次的抽獎資訊 抽獎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抽獎的是科富的Nio D40隨身碟兩個 然後第一步驟就是訂閱Enterbox的YouTube頻道 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你目前使用的MacBook的機型 或是你沒有MacBook的話你可以寫你想要買的機型 或是你有其他的iMac或Mac Pro也都可以 第二階段我們會抽的獎品是J5 Creator的JCD375 這個是價值最高的 第一個條件是你要具備第一階段的資格 第二呢你要按讚Enterbox和J5 Creator的粉絲專頁 第三步你在指定的那篇Facebook留言下面 放上截圖你在YouTube的留言 第三階段我們抽的獎品就是TechU的583 Superfest外接合 首先你要具備第一階段的資格 然後你要按讚Enterbox和TechU的粉絲專頁 然後在Facebook留言你想要搭配的SSD型號 並且tag那個SSD的廠商 這麼做雖然比較麻煩 但是我們真的想要確定這個1000多塊的產品 讓你抽到你真的會去使用它而不是變成垃圾 不然其實我們自己多想要留著自己用啊 好那以上就是抽獎資訊 那建議大家還是要留意我們的影片說明欄 還有Facebook的資訊 最後就和大家聊聊你在選購筆電的時候會遇到的狀況 蘋果的筆電、筆記型電腦只有保固一年 相較其他大多數的品牌都是保固兩年 甚至商務機通常都有三年 哇這一年真的是短很多欸 然後蘋果的維修費又非常貴 但蘋果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服務是AppleCare 現在叫做AppleCare Plus 我覺得這個話題也是蠻大的 我很難給大家一個什麼結論 畢竟這個保險的金額也非常不低 而且要看你的運氣 所以有的人人品就比較好啊 他都不會遇到 有的人人品不好買什麼就壞什麼 那我們就把AppleCare Plus的價格列在這邊給大家 像我自己就不會買 因為如果保固之外壞掉的話 大多我都可以自己修 那如果是推薦給一般對電腦都不懂的朋友 那我就還蠻推薦購買的 因為三年內如果你有壞掉一些地方的話 例如說螢幕或是主機板 哇這個維修費用都比AppleCare的售價還要貴非常多了 那所以買AppleCare Plus就會變得非常划算 那另外一點就是你在選購的時候 會發現在官網有可以選擇 鍵盤語言這一欄 除了中文注音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有不少追求鍵帽美感的人會選擇美式英文 這樣你的鍵帽上就只會有單純的英文字母 就不會有中文注音跟倉截 看起來會舒爽非常多 但前提也是你要忙打喔 不然你不會忙打的話 還是點那個美式英文回來 你會自己把自己搞死喔 下一期我們會來介紹 iMac的選購建議 同時我們也會比較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Sunderbolt 3 Hub跟Duck 有什麼樣的差異 如果你想要在MacBook上使用Sunderbolt 3 Duck的話 一定要記得看下一期的節目 那我們這麼辛苦做了一個 30分鐘長的MacBook的選購建議 希望你也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的頻道 希望這些內容 對你和你的朋友有所建議 也希望更多人可以來了解MacBook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可以看到 一下子字幕在 promot會 在家營里面 按讚 請翻譯 謝謝 旦